我想跟大家分享《以筆所書》第六章 第十二至第十八節 但我不會每一節跟大家去研究 我想一個大綱 其實在這裏講 原來神給我們有恩典 原來我們可以穿起全副的軍裝 去磨爛的子弟當仇敵 因為原來神已經像我們拳兵 踐踏射和蝶子 我們不是同屬血氣的爭執 我們和那些空中掌權的執政的人 去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其實神的心意 是想我們在空中掌權的面前得榮耀 我們不會懼怕他們 因為神已經勝過他們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我有一個經歷 首先大家看看第十六節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其實這裏講的是神 是似我們有信心在我們的裏面 不是因為我們天生是有信心對神 是有一個對助 是因為神首先去呼召我們 然後將這個信心放在我們的心裏面 因為我想說回我 是初初順住一年後 我就決定洗禮 我當時洗禮前 其實我都很學武神的 每天親近 親近神 怎料開始發覺不太對路 親近的過程裏面 尤其是臨洗禮之前那個星期 發覺有一些不明耐力的物體 就在這裏好像怎樣說 捉住我 而且是帶我看不到的 就是晚上裏面 好像這樣整佛我 晚上睡覺中來說 是又撕 又劈 又整身在這裏 又整整我的頭髮 整我的頭髮 是整到個人是非常之恐懼 害怕到想死 我就在這裏運用我的權兵 我又快來洗禮 然後我跪到床頭 跟神討過我 我就說 你是四個空中掌權 所有屬靈的 每一個是 我全部都要寒負在你面前 我跟神的去幫我趕 趕走這一堆的邪靈 因為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是甚麼 但是求了一段時間 後來我回大陸 連煮到文都發覺 趕走不到 我就非常之恐懼 接著我打給我 屬靈的母親 我說我不洗禮了 我說我很害怕 我說洗完禮 可能還更加惡劣 我很害怕 接著我的姐妹 就跟我說 千萬不要放棄 叫我堅持 她說耶穌沒有面子 你一定要洗禮 是堅持的 你不要不洗禮 接著我 那一天 我哭了 兩個姐妹跟我一起 拖著手在這裏 抱抱 接著 就很感恩了 那個禮拜 到 不洗禮 就封平浪靜目視 我就安然地去洗禮了 誰知洗完禮之後 我就想著 我洗了禮了 我已經是熟禮了 我在眾人面前見證你 應該很平安無事了 誰知 洗完禮沒多久 又不再來了 然後整個 每晚都在這裏 又撕 又扯頭髮 又做任何的動作 我簡直 初頭 我就會一直在這裏 不放棄 一直在這裏 討告 什麼的討告方式 半夜有一晚 起床 我就想打開一本討告書 可能我討告的內容 不夠好 可能技巧要改善 誰知 實際有話語給我 他就跟我說 你覺得熟靈的爭戰 是不是靠技巧 問我 我說 是不是靠技巧 我就 開始有些反省了 原來可能 未必是靠我 說話內容的討告 然後我就 但我也是很不明白 我自情是陷於 開始有些沮喪 消沉 然後陷於抑鬱 我自情要看中文 當時有很多火箭 就是跟我說 什麼呢 都說你了 你是最壞的 別人相信耶穌 你相信耶穌 你相信耶穌 你相信我 然後我問我周圍的弟兄姊妹 沒有一個有這個經歷 我問 神啊 為何你要這樣對我 我覺得不明白 當時我對神的了解 我當然不是那麼認識她的屬性 我就覺得神好像 好像玩我一樣 我覺得 為何我要這麼多的苦 就是 還有那個時段 剛剛又在找工作 做沒有工作 又要看醫生 又要吃藥 然後還要晚晚 就覺得沒得睡 一到晚上我就開始 臉著 然後就很害怕 我說 想起睡覺我就覺得很大壓力 因為我知道 我整晚是沒得睡的 是連續幾個月 然後又要吃藥 然後 然後 我想起睡覺很害怕 但我又想過 去找傳導人 去找牧師 但是不行 夜晚才來了 那不行 我找傳導人牧師 夜晚來陪我 在我家裡 stand by 嗎 沒可能的 夜晚才來了 我就沒有東西依靠了 不可以依靠人 依靠什麼 就是依靠神 終於一天坐地鐵 神又跟我說話 你 我就很害怕 怕得哭了 地鐵上班都沒有心機 那天就是上班 那神跟我說 你為什麼眼目是看著那些 看著後面呢 你不是看著前面 看著我呢 為什麼你要看著那些 你的眼目 要捐住在那些斜靈的身上呢 為什麼不捐住在他身上呢 然後我就明白了 然後剛剛我讀經的 我讀到他的詩篇 他叫我仰望他 然後我回教會的祈禱會 那關祈禱會 他有講到 為什麼整本聖經這麼厚呢 他就偏偏是選了那一篇 是說要仰望神 因為好日是不講仰望 通常是講信心 通常是講愛的 突然間那天是講仰望 我就說 哇神啊你真厲害 你說今晚有說話跟我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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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之前跟我說的話語 藉著CV 藉著他跟我的明宣誓語 我覺得哇神真是很偉大 可能有情人我就 嘆到去九像院 不要搞我 我很害怕的 但是現在呢 我就知道了 我跟神講 那我就 有一天呢 我也跪在那裡跟神講 我說 如果我死亡都不怕 尘禱我是不會怕的 之後呢 我就每一晚吐過 那每一晚吐過呢 我就跟神講 我就說 如果我的生命我都不怕 如果我今天還有生命氣息 我就要讚你 那我就好像 當時那段時間很長 我就好像跟神借 借命那樣 我還有生命 我就很珍惜了 我就是哈利路日 每一天 之後呢 我就慢慢離開這個憂谷 我就開始 我就已經 那些這樣的 就是晚上用撕油踢 其實沒有走到的 不是因為我信心是慢慢鍛鍊到 我是與他同在 與苦同眠 我覺得已經不重要了 我覺得有一刻 我是連口上神 與我同在 因為我知道 神用了他去做任何事 但是如果神用了他去 要我的生命 我是願意和服在他面前 那我就不緊要神 我說我命不要都無所謂 但是我知道我 心裡面相信 信靠的是哪一位 所以我就慢慢 都可以踢啊 但是呢 總之搞到我兩個小時 睡不到 但是我一直熟睡到第二招 而如此類都是 過了一定 我想相信 都有幾個月 兩三個月的時間 終於呢 不知不覺 不見了 那些高級 沒有了 感謝主 好 好 等一下 放回去 你有很多 很多 你是講到 你的經歷 我想你在這個經歷裡面 講神的恩典更多 想想神的恩典 神的作為 是 是 神的恩典是想定義 要舒服我 提升我 因為祂知道我都是 即是 最初是初信 就那個信靠 我覺得神是 比任何人更加了解我的 性格 我的狀況 祂知道我最弱是哪一件事呢 祂就會第一時間聰明我的信心 因為我信心是比較 尤其是初信是比較弱一點 神就想利用那些 即是 大惡者 祂就要操練我對祂的信靠 因為我初頭太個人依靠 看書 問人 全部都是觸著人 或者是一些書籍 但是神是想我 提升 想我鬆開這些 就是 不要再看人 看環境的專屬 看他們生產 看 你現在說 剛剛你所說的 就是 是你本人 怎樣看到 神將信心給你 但是 因為你說信息 你不只是為你自己 你又怎樣應用去幫人 即是這個經文的解釋 將信心 即是 去解釋 講到神的恩典 六張 十五到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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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會信心給你 我們沒有 你想想 但我相信 我相信神是會使用 所有各種的環境 各種的事情 去磨練我們每一個信 屬神的人 因為萬事會相後力 都是要害神的人 不應存 即這個是我個人的經歷 但我相信 各位都會 在你的身邊 其實是 我聽過一個 長者說的 就是 每一個人的經歷 無論它是低或高 尤其是你低的時候 那個困難 或者是患難 其實是神使用力提升我們的 就是 我們 就好像有很多 譬如猶太人 他們其實看所有的苦難 是看為是考驗的 其實我都很欣賞他們這樣的 的提法 就是 所有的苦難 其實是考驗的時候 所以其實是 形容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甚至使用每一個環境 去操練 磨練我們每一個人 剛剛你講到就是 磨練 磨練是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 就是 當我們講到信心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為何信心有能力 是否信心本身有能力 信心的能力 就是因為信心的對象 信心的對象就是神 它是充滿能力的 所以它是完全得勝的 就是 任何的環境 任何魔鬼的攻擊 在它來說 根本是小而科 在它來說是完全得勝的 就是信心 人古的時候會容易想到 信心就是我堅定的信念 其實信心就是我所信的那一位 它是必然得勝的 所以無論我們哪一個人 認同所有人 你的經歷是比較特別的 其實也有一個特別的恩典 就是讓你看到靈界的真實性 我剛剛聽完你所說 我都會找時間再跟你談 這件事 就是你那個經歷 因為我不知道你起初有這些經歷 我現在知道的時候 我就會去找回那個來源 就是為何會以前有這些 然後如何去處理 在這個發生的事 好像很困難 但是其實神也是掌權 所以你信靠它的時候 它就能夠得勝有緣 在你過去的經歷 這個屬靈,這個靈界的經歷 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是有不同的 有些是靈界 有些是家人的攻擊 這個火箭 不一定是邪靈的 當然邪靈可以使用這些一切 可以是家人的攻擊 同事的攻擊 人的負面說話 自己負面的意念 但是在這一切的事上 經常都想回 神在這些問題中 他的重要性就是 神在這一切的事上 根本是得勝有餘 他也能夠給我們力量得勝有餘 所以這一切的火箭 很多人一給火箭 一攻就已經很慘 我很淒涼 很辛苦 但是當我們深信 就算邪靈的攻擊 或者人的攻擊 當我們深信神的恩典 我們就從神得利 那句說話發出來 我不用放在心上 有邪靈的攻擊 不用放在心上 而有信心 他一定會離開 邪靈的攻擊和人有些不同 邪靈的攻擊 你有信心 即時可以將他趕走 人的攻擊 你未必可以馬上趕走 但那個影響就可以趕走 它影響你 可以趕走 即是你不受的影響 就是神 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 所以這個人是無法破壞的 我想每一點 我們都盡量去想 神在這方面的聖情 是得性的 他恩典是給我們得性的 給我們賜給我們的能力 在一切的困難中得性 讓我們聽完之後覺得 沒有拍 有什麼困難都好 都沒有拍 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得性有緣 因為我們所信的是誰 是知道我所信的是信 是否則 傳統 我們在這方面 我們不會人家 在這方面 做關於 前面 出發 聖情 來 我們 我們 這是